今天就没没啥政治外交方面的什么进大的进展的一个新闻啊 新闻主题咱们有 感谢B站非故刷村云剑 感谢老铁啊 今天最大的事就是 菠塞又又又又把老美的死神无人机干下来了 第三架了 第三架了 据说三千万一架 现在干了一个亿了 干一个亿没完了啊 而且这次干的过瘾是啥呢 地对空直接他妈的 这次他妈直接给你 等上来了 就给你们看看啊 别眨眼 狂呀 猫话 不是 我说这帮家伙太会侮辱人了啊 老美家媒体没有一个报的 咱家狂狂给这报道 这事干得好啊 胡赛放出的视频 地对空导弹 锁住死神无人机 哐拿下 直接 直接给拿下了 第三架 老美没报啊 老美整个新玩意 天天瞎晃 让胡赛又给搂回来了 所以说胡赛这波太那么帅了啊 胡赛这波太帅了 呃 你们自己去看去 自己去搜 我告诉你啊 这次带视频的 前两次 现在老美在 中东 在红海 地区应该是第三架 应该是第三架 被拿下了 第三架啊 被胡赛收拾了 完了 加小鹰商船 老美的 近一个礼拜 锁住 美鹰 以三家的商船 一百九十六艘 完了 咳冒烟的咳冒烟 咳废的咳废 咳残的咳残 咳尘的咳尘 完了 天天还对对空 近期 都有将近一个多月时间了 感谢我永哥 将近都有一个多月时间了 美鹰 没有对胡赛 野门境内的目标 实行打击 但是他们 天天被胡赛 摁在地上摩擦 被胡赛 摁在地上折磨 折磨得非常狠 据说小肯肯去了 小肯肯要去沙特那了 这是胡赛 给小肯肯 又送上一个大礼 接下来不知道内塔 怎么给他送这个礼 所以说 现在 现在是胡赛 给小肯肯送了大礼 完了 内塔尼亚湖 估计也得给小肯肯 整点事 所以说 布林肯 访问 沙特 以及 海湾这几个国家 想拉着入伙 要谈条件 这些事 基本上形成不了 啥用都没有 老美 斡旋 这也没事 老美 现在还是一点 在内部 在内部搞通过大学生游行 来 把这个事 转嫁给犹太复国主义 让犹太复国主义 感受到压力 然后 让他们老老实实的 接受美国的处置 现在的老美就啥呢 不管咋说 反正老美的基地啊 老美的舰船呢 天天都被描着 伊拉克跟叙利亚的基地 天天打 只是说的老美 不报道而已 老美 摁着不报道 那这个 但这个事呢 这个消息呢 他们往不放 他们一放吧 这个事老美也摁不住 打不能白打呀 这个东西得 得让大家全世界都得知道啊 所以说呢 这个事 挺搞笑啊 而且哈马斯跟法塔赫 还在帝都 给这谈判的 谈判的 最终应该会宣布一个结果 或者是 一个联合声明类 类似的所有的东西啊 所以说呢 现在现在这个事 一旦宣布 这个事 加布林肯 访问中东 这两个事 他是对口的 对立的 反对面的 所以说呢 老美在中东 斡旋沙特 海湾国家 那这边呢 咱们斡旋 哈法 两大组织 来 整起来 所以说呢 现在 呃 现在不管是 进不进攻拉法 不管是死不死 给你看 现在的 以色列 基本上天天被干 嗯 索罗斯 对美国高校的学生 对支持了 幕后的财主 来压制犹太 富国主义 不能影响他们的美元 美元 所以说呢 这个 不管是真是假 但是这个可能性 还是有的 还是清革那句话 犹太 他分 富国主义 犹太 跨国资本 还有一个 美国的 政 政党里的犹太 这都不一样的 你就包括沙利文 跟这个布林肯 他们跟犹太 富国主义 还是不一样的 他们必须站在 民主党那个 整个角度 或者是美国国家 那个角度 来考虑事 所以说呢 从这个事来看 通过这个事 给小乙施压 特朗普都没出来 特朗普没出来 代表这个事 幕后 老登 他们操作的概率 非常大 因为啥 操作完了 再镇压 就是昂萨 昂萨 让这个锅 让犹太 富国主义背 要不然在中东 是彻底他妈凉了 小啃啃 咱咱家又谈崩了 所以说现在 就跟记得昨天的 预料是一样的 他们一定是想 给这事 滴了出来 所以说美媒 曝出索罗斯 身为犹太人的身份 来压制他们 但他不是 跨国主义 所以不是犹太 富国主义 所以说呢 从这起点来看 正常来看 不管老登 干啥事 董王都得 出来站台 但这次 董王 没动 感谢 伯列日 涅夫 刷川线 董王 没有站出来 没有站出来 支持大学生 因为啥 董王是站在 犹太 富国主义 那一边的 董王上了 中东可能 开干的 所以说这个事 八成到九成 是民主党策划 搞的 所以说昨天 咱们看到 那个大学生 七哥给你们 视频展示的 那个就是 最终让他们 大学生 把所有的仇恨 所有的愤恨 都转嫁给 犹太 富国主义 犹太人身上 所以说这是 昂萨 玩的一个 偷天换柱 所以说呢 他们 他们在中东 不管是压制 以压制不住 布林肯是跟美国 双管齐下 第一 布林肯 宣布对 以色列一支部队制裁 第二 布林肯 访问中东 联合沙特 第三 美国大学生造反 借美国大学生造反 接下来 欧洲 整个美欧 美西方 全内造反 就是以这个态度 来 遏制 整个内塔集团 所以说 还是七个那句话 美国已经在中东 使 把所有 浑身解数 所有招都用了 但最后不好使 就是 还是我那句话 他们必须把 内塔团队 干掉 剃掉 所以说 接下来 海牙法庭 没准还得告诉他 所以说呢 现在跨国资本 将民主党 加上整个欧盟体系 接下来都会对 内塔团队 施压 所以说 从现在来看啊 小肯肯 去了 内塔 大概率 给小肯肯 得送个大礼 对 加沙 轰炸 或者是对 对 这个珍珠党 对谁 反正得 玩个动静 这是内塔 他们必须的 他们也是最后一搏 你现在整个两个 这边 中俄两强方案掐着 那边老美 昂萨 摁着他 所以说 从这边看 他想拉入场 他想不被清算 想不被杀 想不下台 想稳住 以色列基本盘 就是继续玩大的 继续玩大的 继续拉老美 所以说呢 小肯肯30号到达以色列 应该是30号到达以色列 这两天应该是在 明天应该在沙特 这几个位置 所以说呢 内塔还得给布林肯上个大活 因为他俩经过很多沟通 所有的老美 给不了以色列任何安全 这是最主要的 老美给不了以色列安全 以色列自保的能力还没有 所以说呢 以色列还是之前的那个套路 感谢奥关海 刷着跑车 还是得继续拉到下场 所以说呢 内塔接下来 还得玩大 还得开大 要不然 根本谈不拢 没啥可谈的 沙特这块 一旦放出消息 要跟他咋咋地 的情况下 要跟小乙咋咋地的情况下 沙特回头就得挨胡塞干 你不用想 两墙已经到这个节骨眼了 从政治外交联合国安理会 再到整个中东地区的热战体系 已经勒紧了 根本没跑了 这个到这个节骨眼 谁他妈敢叛变 直接搂谁 不管美国拿出什么诱惑 你敢不敢接 就考验你的战略智慧了 就是在中东地区 考验你战略智慧了 所以说 这帮家伙现在 太给他美爹造谣了 一会儿哈萨克斯坦购买美国多少多少军工 一会儿叙利亚总统又咋地了 哎呦我的妈 造谣都不会造谣 叙利亚总统咋地 叙利亚总统背叛 背叛大地了 一帮大傻叉子就信了 他妈给我发私信 你给我发啥 你傻吗你 看过直播没有 感谢老姐刷跑热热队 没看过直播呀 那他妈叙利亚战争才是 从叙利亚才是扭转的老美今天的局面 叙利亚的阿萨德才是最早的硬汉 保留5%的土地 大地帮他打赢 干掉北约的 你他妈连这点智商都没有 没狗编个笑话 你他妈就信 你一天他妈就 你他妈一天就疯了吗你是 啊 你要说他妈 你说他叛变你都不如说大地 你都不如说大地得了吧 啊 疯了你们啥都信呢 现在老美自己 老当所有老美家靠口嗨 靠造谣 靠他妈嘴炮 公之二狗子 靠他妈造谣 扭转事实 也靠嘴炮 他妈事实是他美爹已经在中东快被锁死了 在欧洲干不过俄罗斯 中东救不了以色列 亚太呢 跟咱俩比划 一顿大耳雷了 他美爹已经这样了 太他妈造谣了 天天啊 你他妈造谣 你他妈挑个人 你跟个傻子似的 你他妈咋 你咋不造谣 80后叛变了呢 80后跟你美爹好了 你你咋不造谣 啊 你他妈造谣 你得疯人 你啊 你是不是你你他妈你得明白点事啊 那他妈阿萨德是第一个把老美干出去的 中东就因为叙利亚扭转的局面 你美爹今天才出不来的 才掉坑里 你美爹的霸权事实上是从叙利亚被扭转 急速下滑到现在狗的不是的 这他妈还不懂吗 那是硬汉 那是坐上宾 那得用专机接送 那是啥手子 那是前沿政见 那是中东地缘到欧洲到东地中海 最牛逼的出海口了 那一块 那玩呢 哥兰高地两国方案 两国方案光他妈解决巴勒斯坦的 很多人不 哥兰高地那是叙利亚的吧 两国方案就是直接连解决叙利亚 再解决巴勒斯坦吗 所有都是俄军在什么叙利亚驻军 在什么哥兰高地 今天又干十多发 现在天天往哥兰高地进发了 所有信号已经非常明确了 要勒紧了壳内塔 现在这边勒紧了壳内塔就下个半死 那边就得拉老美下场 这他妈才是主因 所以说你他妈看看他妈自媒体 发啥你信啥一天 你还他妈一天我真他妈服了 那那那对呀 这个反水那个反水 反感受的水 也哪来那些水反呢 操 一天呢 都他妈啥时候了 还他妈赶反水 不要命了 所以说现在这些人 你不知道咋地啊 还是七个那句话 所有的造员 造员哈萨克斯坦的时候 哈萨克斯坦干啥呢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中俄一家的三国防长 在哈萨克斯坦呢 三国防长在那呢 开会呢 军事里边的国防部长 中俄一三家的应对 接下来的北约的参战的 既定下一步战略目标的 中俄一三家到哈萨克斯坦 我这小地图给你画的 还不明确吗 害得吗 天天还问这问那的 这是谁 中 这是谁 俄 这是谁 一 中俄一大三角的中心 这是 看着没有 天我一天这么服了都 所运输 组装 零部件 烂糟的 给这块出货率80% 还那么闹啥 剩下是白俄 白俄是啥 是咱家在这个地球上 为二的全天候战略 铁的伙伴 而且是俄乌战争开打之后 感谢伊朗的命 刷了穿云剑 没有咱家提升 当时给那块 咱家跟白俄罗斯 卢卡申科提升为全天候战略 合作伙伴之后 美西方才不敢跟白俄罗斯 比比花花 当时要不然 大地在前边 大地特别难 当时大地最难的时候 在这最难的时候 被红林曼打反攻的时候 白俄罗斯来咱家 直接形成战略 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 为啥 怕这帮货 给这搞事 给他的边境搞事 当时大地不行 最后咱家把工业体系整过来之后 全天候战略伙伴 这帮货 这帮孙子没有一个感动的 之后大地在去年八九月份 才把这个蘑菇立他这 把金瑞全派过来了 所以说呢 这块基本盘算稳住了 这是当时的 所以说呢 很多人又不知道 咱家怎么下着棋 这波有多猛 所以说呢 从这方面看 白俄是为二的 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 完了老美制裁 一直制裁白俄 这回又制裁巴基斯坦了 巴基斯坦的跟咱家的合作 也是以零部件为主 巴基斯坦也是全天候的 所以说从这两个战略众生来看 你就明白找个事了 这边一个阿三 那边一个北约集团 对 咱家现在 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 就挨着北约 北约 东扩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 终于要蹭到大帝家了 让大帝一顿大嘴巴子抽着了 但是咱家 一下子直接就扩到 北约家门口了 没外不 一下就扩到他家门口了 这三个大杂 这四个大傻叉子 全是北约的狗子 这这四五个 波罗蒂海三傻 大啵啵 小巫 全是 咱家直接 给这儿了 咱家直接干北约老巢来了 咱家一直直接干北约老巢来了 明白不 所以说什么叫全天候 说白了 就是军事联盟 换个词而已 工业体系 夸夸全楼下 一个战略协作伙伴 伙伴 就是你要啥 要支持啥 边境所有问题来吧 最后维和部队 特种部队的名义 去 好 派两三万人到 对 协助我的伙伴来 边境 各方面防御都可以 咋玩 咋有理 这他妈早的不好的局 去年的不好的局 直到未来这块肯定出事 白额和波兰肯定出事 这块不用想 所以说的 这是两强的既定战略目标 咋玩 咋玩 都明白 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 并不是 之前定的 是他们俄乌战争打之前 美西方正战优势的时候定下来的 明白不 咋 啥 也不懂 黑天 这个盼别 那盼别 中东那口 感谢托哈耶夫 中东的前线 并不是 并不是巴勒斯坦 黎巴嫩 中东的前线是叙利亚 只有这块 这块是俄军 地中海 这是中俄一大三角的前线 明白不 他才是前线 在内部绞杀了 直接联合绞杀整个进攻 戈兰高地 这才是小乙要命的事 这是小乙最知道的 黎巴嫩珍珠党只是 更前线的一个抵抗之湖 大本营中俄一大三角是在叙利亚 是在叙利亚 当时中俄一大三角联手 绞杀美英法德也是在这 就是因为他 他不丢 老美就必败 今天 他丢了中俄一大三角就被拆散了 明白不 这才是主核心 所以说呢 伊朗算是基本盘 大三角的前线就是他 这块是有俄军驻扎 俄军伊朗革命卫队现在全在这 最后咱家也可以以为何的目的派人 这都是未来他们下场之前的留下的 这块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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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了吧 这是大三角加小三角核心 对了 白俄罗斯叙利亚八年后是小三角 小三角大三角围绕小三角来的 所以说呢 这一个点是咱家提前的步力局 没有当年叙利亚也没有 今天老美 我他妈那天我刚讲完 所以说他他妈叙利亚又凡水 一天那也凡水 听风就是雨 他妈能不能行了 现在你们你们你们是 真他妈感觉过家家的兄弟们呢 啊 现在这国际局势的多巨大的风险呢 是他妈轻易玩的吗 你今天跟这个明天跟那个 你他妈找死呢 在这些大国之间 这大国现在比拼的到什么程度了 整不好直接他妈的给你端菜 给你他妈当盘菜 给你端桌上来 你咋整啊 你他妈不要了命了吗 还活不活了 跟他妈乌克兰似的 啊 整个你的战略布局不能变 就是所有的军事布局 整个政治外交不能变 完了咱家就玩釜底抽薪 剩下交给俄一两家就完事 俄一两家咋玩咋有理 剩下就是干嘛 等着他下场 下场之前咱釜底抽薪 副一抽薪说白了 不可能阻止法德到前线 去顶住俄军 咱家也不让 咱家也不需要那效果 咱家就让他们上 你们上才好呢 上你们知道疼 慢慢慢慢你更老实 关键是啥 这个副一抽薪 让他们没事跟捞美搅和 就完事了 哎 你可以用力 但你用三分力 用五分力 跟七分力 十分力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你们你法德 你法德在美俄之间的 整个这个战略里边 你要知道 你用多大劲 你别跟个虎哨子 是你冲前门 他把你灭了嘛 所以说 你俩要战略牵制 老美让老美往前顶 以这个方式玩 就问题不大 你不上还不行 那不现实的东西 那必上的 老美的援助 整个欧盟 现在各个国家宣布 援助一道 全得上 不用想 大地来完 咱家 他们也 也比划的差不多了 基本上就开粥了 开仙桌子了 所以说呢 大概就在五月份 五月末 或者是六月中旬左右 就开雷了 这玩意就不用想 现在大家小剧本都走完了 所以说呢 这么说吧 小肯肯 中美两家 可以用嗓子来形容 谈崩了 谈崩了 这你不用想 基本上咱家 面雷他们这趟 谈崩了 他又跑中东 嘚嗚去了 所以说呢 老美家 现在就玩的这些所有的东西 斡旋都是无用功 七哥跟你说 但是老美为啥无用功 他还愿意走呢 你问我 我他妈问谁呀 因为啥 我告诉你吧 为了大选 为了内部大选 老灯 老灯现在是能争取中东一下 就争取一下 能稳住一下 就稳住一下吧 因为啥 他知道 明知道布林肯 这货到哪都办不成事 那跟布林肯也没关系 跟老美整体的形象 现在虚弱有关系 但是他们是为内部大选着想的 所以说呢 在所有权谈不明白之后 老美就得选一个战场开干 所有都谈不明白 老美什么招都用了 最后哪时候压不住 他就得干 他就得干形成战时总统也好啊 或者咋样 他必须得亮个相 完了利用媒体舆论 大肆炒作 显示自己怎么怎么地 打的怎么好 在中东 所以说呢 你民主党想赢 想不让董王回归 你们不想被清算 那你们只能这么玩 要不然没别的路 你正常 你现在这三线的扣 你是解不开 因为他正常能解开点 但是他跟咱家软饭硬吃 大地那块肯定是 大地那块肯定得干翻他 在选举之前 大地这块占优势 老登必输 在选举之前 北约占优势 董王容易输 明白不 这就是俄乌战场决定了 美国大选 你问啥 俄乌战争现在被特朗普 共和党团队定义成 拜登家族的战争 民主党团队的战争 民主党战争 他必须要清算他们 所以说呢 乌克兰战争失败 花了这么多钱 你还打不明白 那最后你肯定选不上 所以说从这方面看 所以说呢 这次共和党通过 被迫通过对务援助法案 也是因为 你不通过他们 民主党就不通过援助以色列 所以说 他是两头的 两头整的 但是不排除 董王跟大帝唱双簧 我告诉你 这玩意都不排除 哎 董王更要借助这波 告诉大帝 大帝 我不通过不行了 现在 不通过 要废了 犹太复国主义的 把我宰了 我通过了 让他们援助这波 你准备好 来 接下来 你给我狠狠的揍 你给我狠狠的捶 他们 我保赢 我告诉你 董王赢得靠大帝 你别不信 大帝要吊打他们 舆论 哗哗 董王那个舆论 哗哗 马斯克这个舆论 一吵起来 那他妈就赢了 因为现在最大的舆论 就 董王最大的舆论 就是马斯克掌握的 这玩给这儿呢 所以说呢 那就得这方面配合 要不然不行了 对呀 所以说呢 大帝打得很 他就赢 但是呢 你现在 这有一点呢 现在他们没说吗 德法怕啥 德法 不光是怕董王回归 德法并不怕现在 记住七哥这句话 啊 现在不怕了 不怕老美了 因为老美虚弱了 之前怕董王回归 现在为啥不怕了 因为乌军战败了行为 但是他俩怕啥 他俩怕 董王给他俩摘桃子 就是七哥说那个 董王赢完大选 直接 给他俩桃子摘了 董王绕过法德 跟大帝谈判 直接不援助了你哪个少年玩去 他俩怕摘桃子 这样更玩毒的 就是懂 法德必须在 在美国大选 过程当中 就得保留这个 就是他俩能上这个牌桌 跟大帝去谈 这是最主要的 所以说呢 当然了 北约部队要能打出优势 那法德无所谓了 那无所谓了啊 但是想打出优势 不可能 不可能 记住七哥这句话 这个可能性太小了 那短期呢 因为他毕竟还有小半年了 这个援助 所以说呢 从这两项来看 就是我预判那一段呢 大帝来完咱家之后 我还是预判那个 老灯容易来咱家 老灯容易来的 因为老灯和大帝那块是玩不了了 老灯必须在战场上平衡 说白了 就一点 老灯 告诉咱家 我援助都给了 接下来 我要战略在军事上平衡一下 但我绝对不是打败俄军 更不会 说的推到乌东四周 那也不可能 别说推他也打 他也推不过去 但是那前提是啥呢 我要在舆论场 军事状态下 整个在这个战场上 我最起码达到一种平衡 或者占了一种优势 这样我在内部选举才能赢 我就问问你 老中 是我继续当总统好 还是董王好 你自己选 老灯 这玩意是肯定的 七哥说了 最大的不确定性 就对咱家来说 最大的不确定性 就是董王回归 就是董王回归 这是一定得不要想 老灯实际上是没办法 想软饭硬吃 但咱家就不让他吃 就不让他吃 正常我不说了吧 老灯要软点吧 没准咱还能买卖美债啥的 还能帮他 无所谓 但这货老小软饭硬吃 所以说那就一边聊 我删死你 就看你接来咋玩 要不然跟你绑到中东去 所以说呢 大选这块 两边 两边 其实咱们不一样 大选这块是中欧 就是啥呢 咱家跟小法立场是一样 立场是差不多的 还是老灯 老灯因为啥 按照剧本来 这玩意好整 这玩意好整 基本上 那大地呢 肯定是需要先翻老灯 因为老灯 整个民主党家族 在乌克兰的利益巨大 先翻老灯 完了最后 董王的那些跨国资本 来跟大地来评分 但是呢 最终呢 我趋向于啊 我趋向于乌西的资产 是由小法来掌管的门最大 这个因为有咱家斡旋 所以说呢 小法肯定是想跟大地平分 他们现在所有想派兵 跟大地阻止俄军推进 目的就是保住乌西的 整个利益集团 保住这些利益 所以说呢 现在啥呢 现在啥呢 乌西地区的 现在的资本 这块的资本 利沃夫这块所有资本 全是老美的 美英的资本 他们给这块的黑土地 种植的黑土地 全部卖给欧洲各国 欧洲的农民都干破产了 波兰农民给边境都锁住了 但也不好使 所有政府 门人敢完全封锁 因为这是美英的企业 明白不 美英占着这个巨大优势 让他们上前线当炮灰 你说这他妈上哪说理去 所以说他们必须把它推出去 法德 他们都喜欢这块地啊 那你不用想啊 大地这个乌东四周是稳拿了 他们要是想在谈判桌上 那只有跟大地谈 凡是他们在乌克兰境内 任何谈判 美西方内部的全部扯淡 你记住七哥这句话 没有两强在场 怎么谈 那都不是他们的 没有用 你看大地往前推多远 这个很重要 二一个 你们上来能顶住多远 这个也很重要 所以说呢 想彻底清除老美 必须得是在乌克兰的资产 全给他掀翻了 全给他掀翻了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呢 这里边的博弈 这里边的博弈 看似挺复杂 其实也也不复杂 实际上啥呢 大地表面对抗北约 但实际上 咱家给老美玩釜底抽筋 以法国带头为主 因为这块利益只有法德 大拨拨是肯定波罗蒂海三赏 那个都是纯美狗 你不用想 所以说呢 从这方面来看 是大家不一样的 但是呢 大地更希望董王当选 这个是肯定的 大地更希望董王 这个不用想 是百分之百的 那呢 中法两家更希望老登 在这方面 所以说呢 俄乌这场战争就有意思了 就是不是俄乌 俄与北约 俄与美西方这场战争 接下来就有意思了 这玩意怎么打 就是 打的什么样 决定了美国大选的走向 大家都得拿这个俄乌战争来炒作 哎 如 如果说啊 西方不行 阻止不住俄军 那董王胜 西方起来了 阻止这俄军了 那老登胜 所以说这里边斡旋 很多东西呢 所以说呢 明着小肯肯说 让咱家不援助俄军 实际上就是因为他这波批准对屋的援助之后 他们要下场 下场不让咱俄援助 他想打一波反推 打一波突袭 在舆论上一顿吵 要玩这个 但这里边就学问就大了 这里边学问很大 但是你你要老实的 你别他妈威胁我 你他妈来之前 一顿给我威胁 一顿给我小拳拳 那我就没办法了 帮不了你了 我就得往死里抽你了 所以说从这点看 从这点看 老美家的软饭硬吃的战略套路 确实是 一点都不高明 特别对咱家来说 咱家都知道他们为了啥 还是七哥那句话 就是老登团队民主党团队 现在在全球 就有多大问题 他们都能忍 啥事都能忍 但七哥告诉你 就是大选 他要赢不了 他就完了 大选赢不了 他就完了 所以说呢 在老美激烈的大选之前 五月末或者六月初 这个阶段开始 世界各地爆发的事件 一定会很多 特别是热战体系的 一定会很多 往大地那边推的 会嘎嘎狠 配合董王那边 王死里推 所以说 从这几线来看 现在整个战略 大三角加小三角 联合脚上 但是还是那句话 咱家 现在说实话 实话实说 咱家也不用在乎 董王不董王 什么王 你他妈 谁来 玉皇大帝来也没用了 谁上老美家 也当逼味了 昨天七哥都说了 美西方到头了 结束了 没用了 谁来都是那两把刷吧 董王上来也得直接救以色列 他妈死的更快 但是现在主体的观点是啥 主体的观点是董王这个关税 这个企业这块 咱们家要的还是一点 就是一点 大地不要停下来 直接就是揍他们 美俄欧三家在中东 在东欧 谁也跑不了 所以说呢 从这个现实来看 昨天欧尔班说那句话 你们看了吗 昨天匈牙利整个总统说 说美国要再次伟大 欢迎 特朗普总统 所以说呢 他们现在在玩楼灯 欧尔班感谢 帝哥说的 跑出车队 而且这欧尔班 前些日子访美 竟然没见老登 见他妈董王去了 我告诉你 他见董王去了 欧尔班 就是欧盟里边的 大地的一根钉子 大地的一根钉子 他 一直以来都是 他是两头孙 就是匈牙利 匈牙利看似是欧盟的 匈牙利这个 他看似是欧盟 欧盟跟你说一个点 就是他是欧盟里的会 他是欧盟里的会 完了呢 他呢 欧盟嘛 还利用他来 不让美国欺账 欧盟里边这边都是美狗 都是美 都是美狗 所以说欧盟投票干啥事 都是他唱反调 他投反对票 老美就没招 哎 你不管玩啥 他这些年都是 你制裁俄罗斯 他自他也不跟 就是老美在欧盟内部 安插很多狗子 完了 法德呢 迫于美国的压力 还不得不配合美国 但是他反对票 他反对票 他的一个反对票 法德还 哎 跟老美说 没事啊 这个不愿我们 我们支持 但是他不支持 所以说呢 他 就就是这根钉子 他是一个三角环节 前边法德 代表欧盟内部 这边俄罗斯 那边老美 美英 所以说呢 你看这小玩意很重要啊 他是非常重要的 老美在欧盟安插这么多钉子 就这一个方感 就这一个方感 对 所以说呢 他 起到的角色非常重要 或者说 欧盟最后的倔强 欧盟最后的倔强就靠他 他恰恰靠大地这个 安插的这个 咱也别说安插 这个字不好听 但是呢 他所有的战略 全是倾向于两强的 咱家给匈牙利投资非常大 过几天还去投资 过几天还去投资 对 匈牙利投资非常大 所以说呢 匈牙利其实已经铁了心了 就是跟着两强走 虽然他在欧盟体系内 这一点 大家一定明白 所以说呢 老美 老美在欧盟执行的所有的东西 执行不下去 全是因为他 全是因为他 对 所以说呢 咱们现在 所以说呢 感谢CC刷的跑车车队 对 咱们的合作 对新亚利 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境 苏利啊 塞尔维亚啊 这些东西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呢 法德现在是在中间环境 但是法德要结果 还是七个去年说了一句话 不管是俄罗斯赢 还是美国赢 法国要个结果 而不是要消耗 消耗对欧盟是最不好的 明白吗 对欧盟是最不好的 那大地的经济打起飞了 欧盟就怕慢慢放弃 就是他俩 老美你要是不行了 你给我滚回北美 我们独立自主 继续跟俄罗斯合作 俄罗斯要是不行了 被老美肢解了 那他们俩也能喝点汤 所以说呢 现在整体就是他 法德的立场 就很简单 要个结果 但是呢 很明显 老美就不想给他们结果 老美就想怼着他们 往上上 这就是咱家能在欧盟内部 持续玩釜底抽薪 持续给老美上扬样的原因 这边让大地推进 完了那边他们美欧压力大 所以说就得在这里上扬药 压力一大 他就求你 就得这么玩 要不然别的方法不行 所以说呢 不能单纯的看 美西方体系 这是中美俄欧 正常来看 是四股势力 虽然看着 中俄现在肯定是一对 但是美欧可不一定是一对 美欧是昂萨体系 摁着他们的 那他们并不是一对 只是被打压而已 跟一对没关系 但是呢 你德法也都明白 当然了 他俩也喜欢维护 他们所谓的西方 那个秩序 因为啥 他俩吃的挺多 五宝六宝 但是现在工业化进程 到现在了 他俩也明白了 老美的霸权 根本的支撑不了了 根本的就到头了 这点他也很明白 所以说呢 重新建立秩序 也是他们迫切需要的 最起码在多极化里边 法德的技术是不赖的 这一点必须承认 在西方大国里边 法德的各方面是不赖的 只是被老美给收拾的够惨而已 他俩要是一个完全独立型的发展 那是非常强的 所以说呢 从这点来看 从这点来看 他俩也希望变革 什么意思呢 也希望走多极化 哎呀你老 这个才是主要的 所以说为啥要提战略自主呢 马克龙为啥提战略自主 就在这呢 兄弟们 对 所以说 前面有点脑子 嘴巴放干净点 没有狗 是佛罗伯伴 嗯 德国 对 那么整 该肢解小鹰了 小鹰那个 小鹰家的那个 包衣奴才 那个印度阿三 今天说啥 苏纳克那家伙 哎呀我们必须得准备几场战争 哎呀 这对俄莱斯 对伊朗 又对中国 接下来有什么大战来 哎呀我那妈呀 我这实在 这小鹰一天 现在除了那个狗跟公知 还舔他们 就他那祸 还能除了大战 他能跟谁打仗呢 他那两把刷子 哎呀 这这老包衣奴才 就是 就是那个阿三 我告诉你 小鹰 为了在这一波里边舔阿三 给他都冷上去了 我告诉你 老美是对阿三 软硬兼施 当时 一边给苏纳克推上去 就是英国是他前主子 前阿 前印度的主子 殖民地体系 给给他扶持上去 在这波印太战略 在整个中东 保以色列战略里边 必须把印度纳入里边 完了 这头通过加拿大来压制阿三 完了 最后被阿三一顿反踹 给加拿大踹老实了 加拿大到现在都不放屁了 加拿大自从被阿三咳完了 好像咳成精神病了 是不是咳成宠物狗了 阿三当时咳的是忘了 你们忘没忘 阿三给加拿大咳完了 软硬兼施了 后来 对 完了日本鬼子到到他那又投了七百来个亿 是拿这几个上的条子给给阿三 给阿三上的条子 对 对 所以说加拿大让阿三一顿渴 现在不管主体是怎么走 反正印度选择也不多 但是从昂萨这么 在这个大变局下就能看出昂萨自己心有多没底了 咔咔舔阿三玩的天天 就是他们自己知道咋个事 他们现在非常心慌 所以说呢 他们极力表现 他极力表现 老美 小鹰 都是玩这套 但是没有用啊 小鹰你说啥能有啥作用的小鹰们 你跟他妈那老美这头 你跟着老美 将以色列这头一个战略三角锁在中东 你自个儿能处理吗 所以说呢 一旦他们锁在中东 现在有几个点 锁在中东之后 咱家釜底抽薪 咱家一边在欧洲釜底抽薪 一边在联合大三角 在中东联合角上 釜底抽薪法德 在美英 你三家在中东打不下去 一直被消耗的非常惨的情况下 小法小德 他们都会蹦出来 直接蹦出来 形成欧洲战略自主 就得这么玩 如果说他们不下 那就捏了鼻子 也得给他拉下去 现在就是这个点 但是你给这下 跟欧洲下一样 欧洲下也是一样 俄军主要能顶住了法德 还是战略自主 所以说呢 法德的战略自主 咱家 讲的多极话挺好 但是这个多极话 七哥告诉你们咋来的 是咱们赋予他们 是咱们给他的 为啥呀 咱们干霸权干的最狠 干霸权的过程当中 他们才能露头 一点点被咱们扶持起来 他们才能成为 多极话里边 站着红利的 吃那边 能上牌桌的那边 明白不 你要靠他们自己 这一辈子 他也不可能 他永远被老美骑了 明白不 所以说呢 大家都明白 在两强反霸权的 只有两强能把 昂萨 联手能把昂萨 跟犹太干了 只有两强 才能把他干了 他们是其他国家 想怎么想都白费 干不了 所以说他们必须借助 两强这股势力 一点点可老美 所以说为啥说 法德他们就是个摇旗呐喊的角色呢 摇旗呐喊 老美在下降的过程当中 他们突然就跳出来 突然就跳出来 这是一定的 所以说呢 马克虫又跳出来 就是这个原因 他也是给老美上演要 老美刚援助完乌克兰 那马克虫就得自己上拍桌 那你没着包啊 你加勒比斯已经来中国了 他也得来呀 所以说从这几个点来看 七哥告诉你们 啥也不用了 这本俄乌战争不管啥打 咱家就抓了四个字 釜底抽筋 釜底抽筋 绝对能把老美抽迷糊 只确能把它抽干了 不用想 因为大家都蠢蠢欲动 都蠢蠢欲动 但是鬼子啊 鬼子被老美收拾 这是真一手都不收 鬼子太惨了 制造业中高端被咱家替代 终端产品被咱家马上替代 老美夸夸给 给鬼子一顿大吸血 大 瑞元一顿扁 鬼子现在被 两家 两家整了 鬼子是一声都不收 不知什么 兄弟们 这你就看出来了 老美对鬼子的把控 还是挺严的 说实话 鬼子那你是 现在的鬼子 我告诉你是啥吗 鬼子明着是站着的 但实际膝盖已经跪下了 跪下完了 老美骑他脖子 拿个大药针 大药针 从脑门那插到脑子里边 吸脑髓 我这个比喻 你感觉挺狠 我告诉你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一点都不为过 听着吓人 现在就这么干他 那得给他拉爆了 多容易 就这么吸脏 这代表啥呢 我当时说过 老美 在这种大变局 对抗下 走下坡路 他不可能 明着 西欧盟跟日本鬼子了 但是老美 遮了那一圈之后 你嘛 啥毛也吸不着 回头一看 还得这头狗啊 没招了 咋整这头狗也废了 未来也是个炸药包 直接提前给他吸着 没地方 就是老美 你当流氓吧 你当流氓 你他妈得有点底线 咱这妈人得说 就这个时候 这帮狗子 都是替你 给前面顶的呀 你他妈应该 放他们一马 但是 没办法 老美没底线 没招 中俄一 这个战略联手 加联合去美元 对老美来说 太疼了 老美不管 加息降息 可这长时间 加口罩三年 因他妈十多万亿 到现在 世界各国 咋的没咋的 你们 就是老美 他不拉爆几个国家 他咋玩啊 谁也拉不爆 谁也拉不爆 咋的 你这个欠美 咱家就到那 直接问他 你欠多少美元 一千个亿 好嘞 我外汇最多 来给你还了 老美想拉爆 负债这块 永远拉不爆 还了 来用本币 用我这个 对 拉不爆 老美咋整 美元全你妈 还完回流 回流 最后美国通过膨胀 经济下滑 完了 老美咋整啊 只能 只能挑 他儿子 收拾 你 没招 给自个银行 拉爆了 三天前 老美 又爆炸 一个银行 又倒闭 一个银行 现在玩 亚裔戏分 又拿大学生 反犹太 你看看 种种迹象 都像七哥 那个预言似的 来了 先拿亚裔 先拿华裔开刀 然后把犹太交出来 大家都吃个饱得了 啥点呢 你看他名割不了 割谁也割不了 割俄罗斯 不好使 俄罗斯经济拉爆了 咱家无缝连接 你割谁 你也割不了 自个银行 全别割爆了 三天前 又倒闭 对 不是 到咱家 一顿小圈圈 回去玩 老美 你谁也割不了 你谁也拉不爆 完了 夸夸美元 我要回流 完了 结算 你妈全本币 你咋玩的 人家全本币了 你他妈咋玩的 关键是 布林肯说 谁也不能去美元 你们要去美元 我们就制裁 当老美说出这话的时候 这代表老美已经控制不了了 你正常说老美谁说 说这话 谁也不能去美元 去美元 我们就制裁 你怕你制裁 我去什么美元 去美元不就是担心 你拿美元制裁吗 去完了 还制裁奶哨子 他说这话 就代表他控制不了 可以割欧洲小弟 你去看看他欧洲小弟的负债率 你去 你去自主去看看去 你随便搜一个欧洲 所有欧盟里边 你有一头算一头 你去看看他们的负债率 跟财政体系 全你妈举债过日子的 他能吸欧洲的 只有部分制造业 但是好多跑咱家了 抖你妈 负债率 全都妈借钱过日子 怎么呢 你还吸他 你吸谁也不好 对呀 你得看他总经济呀 北欧三国负的流油 那是对你来说 对你个人来说 对他妈老美来说 那他妈够塞牙缝的 对吗 老美的负债 咱不算利息负债 是欧盟二十七国 总和两年的GDP 还得带拐弯 二十七国 浩腾世纪最发达的 二十七国 两年总和GDP带拐弯 你整个欧盟三国 那小B仔那点 那几个破公司 还不够老美 塞牙缝子的呢 你怎么是疯呢 你真拿老美不当个事 老美多大屁啊 咱家现在真的不需要啥 就这帮货 就等着他们狗鸡跳销 就是啥 拉爆 就把他拉爆 狂狂的拿制造业 必须本币结算 接下来咱家杀手锏 现在就这么玩 跟伊朗这些交易 全是本币结算 接下来中东中亚 全是 购买的商品 接下来也全是 就是 你不是 咱们玩反倾销 欧盟 你跟我嘚瑟 狂一下子 本币结算 日韩也是一样 你没咱们的制造业 它咋活呀 本币结算 就拉爆 拉爆完了 本币结算 所有老美印的那些美元 全部回老美家 通胀去 老美 通胀去 去吧 全都拉爆了 现在接下来就这么玩 就这么玩 别的 你没啥意思 就这么玩 才爽的 还是奇葛那句话 哎呀 谁工业强 谁是大一样 没办法 咱家是深刻的体会到 农业国近代史的屈辱了 所以说咱家 到现在 就是把工业体系进去 金融体系 是永远承接不了 整个综合实力 国家基本盘 你就记住其他这句话 还得靠工业说话 马上咱家进出口 要占到全球百分之四十 深圳出口暴涨 超过一万亿 一个深圳 你想想 你想想现在 啊 就在这种 全世界这种情况下 老美天天做 打贸易战 这战那战的情况下 狂狂还拉爆了 啊 你现在工业 为啥 咱家占百分之四十 四十啥概念 我本币结算 你试试 啊 老美直接就得趴窝了 美元一夜之间 干费事 我告诉你都得 所以说呢 小伙慢动 老美害得子 害蹦的 整整个芯片 接下来五纳米 再一突破 老美直接飞了 感谢好小孩 对 而已 美元 美元石油脱钩 根本咱家都不需要 废的把小以色列 干成傻样 咱家只是想让老美下场 站在伊斯兰世界的 对立面 好 这么玩 让大家去 看老美丢人现眼 看他们搞种族屠杀 因为不光美元霸权 文化霸权 这玩意儿深入骨髓 明白不 那咱家跟沙特交易 很简单 还他妈用听他的吗 直接就本币结算 就完了吧 沙特买啥都得给咱家买呀 沙特想买的所有东西 咱家都有 沙特也不光卖咱一家 沙特给咱家买的所有东西 全都是人民币结算 这不很简单的道理吗 咱家要啥 咱家从他妈航天 带沙特玩 军工体系带他玩 工业商品带他玩 吃喝穿 啥都有 你要啥有啥 因为你看别人家 你买的包这么全 我买你的油 我用人民币 你用人民币 买我的所有 能资源以外的东西吗 这不就这么简单的事吗 整个中亚 伊朗 俄罗斯不都是这回事吗 他们都是能源资源国 跟咱们都是无缝连接 所以说的 北美那个搞金融的 他算老几呀 他就割嘴保证啊 那么明显 你得靠乎东西呀 对呀 昆仑银行不就是本币结算的吗 中俄两家已经达90%以上本币结算 其余有点欧元 或者是有点啥玩意 阿斯安还想拿卢布结算 最后让大帝也锁死了 卢布白结巴费了 直接还得本币结算 阿斯安还得上咱家的贷款 人民币最后买石油 现在全是 人民币这波拉高了 咱家的企业全部干俄罗斯 无缝连接 你别以为咱家企业到俄罗斯 好像咋咋地似的 好像没啥事的 七哥我告诉你们 七哥告诉你们 这一波相当强了 没有俄罗斯跟中亚中东这一波 没有俄乌战争这一波 咱家的品牌 包括新能源 不可能却取增快 不可能却取增快 我就告诉你 是 俄罗斯人也是受美西方洗脑的 不认咱家品牌的 你明白不 是欧美欧资本自动退出 想把俄罗斯赶尽杀绝 没办法了 咱家杀入进去了 但是咱家杀进去之后 他们才感觉到咱家的产品 质量比他们好 价格比他们优惠 各个方面比他们用的 人性化 为顾客着想 这个时候 他们才改变对咱们的印象 所以说呢 这个才是助推咱们本土品牌 向世界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俄罗斯 你要不然你是除不去的 这么快 这是 这是美西方自动放弃了 给咱家填了一个巨大的空白 不光俄罗斯 不知道咱家不认咱家品牌 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是被美西方洗脑 再说以前咱家代工厂 谁他妈认你品牌呀 你那玩意都吸烂件的品 是不是 是他们给咱们的 他们认为手拿把枪 把企业全部撤出俄罗斯 能一波把俄罗斯经济干垮 他们认为能把俄罗斯干肢解了 他们是调起高了 没想到咱家无缝连接 各个方面俄罗斯越打越好 他们败了 没办法 所以说咱家现在越玩越顺手 中东大土豪 狂狂的这那全玩 这是主因 把品牌各方面 拉得这么快的原因 接下来我没说讲中国故事 说中国文化的奢侈品 中国全部逐步都得出来 他们有啥历史 咱们靠文化思想各方面 拿着咱中国的历史注入到产品里边 这就是奢侈品 接下来各个领域全得出来 你不用想 而且得干他市场 为啥 因为新能源得先让他们用上 中东大土豪全部用上了 用上完了 哇操 中国牛逼 中国牛逼 接下来他对你印象改变了 你的所有产品过去了 他都接受 他们也在替替换美西方 他的内心也是这样的 全都有心态 所以说咱家汽车的占有力 除了俄罗斯本土的拉达 前他妈十名 九个是咱家的 俄罗斯是欧洲第一大人口国 市场巨大 而且今年第一季度 大地要预计今年要增成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六 老美第一季度才他妈一点六 快崩他奶奶哨子去了 欧洲那几个祸 德国都负增长 都负增长 所以说从这来 这是美西方主动退出市场 给咱们国产品牌的 释放的巨大红利 这个机会 是他们装逼翻车了 如果说他们品牌 不退出俄罗斯 咱家品牌根本杀不进去 你不用想 根本杀不进去 传统印象 你也别怨言俄罗斯 咱家人还这么任言言言言品牌 你别说俄罗斯了 对 是这么玩拉抱 这几年才长得快 对 玩翻车了 他是 长城在俄罗斯卖最好 长城 大地的保镖 车队 坦克七百 都是 齐瑞第一 齐瑞在 在全球 那都是 齐瑞在南美猛 南美 在南美那边太猛了 嗯 中东那边 中东俄罗斯将来 就是坦克比亚迪这些 齐瑞在南美 那就把全人打完 啊 阿根廷为啥派外长来 巴西也派了 玻利维亚也派了 怎么呢 不能派来吗 就是那个 那小子让他捉吧 捉完来吧 咱家还是那句话 愿意合作 你就合作 都是玩吧 在南美能釜底抽薪多少 就釜底抽薪多少 玩吧 再说了 我就跟你说一件事 南美想借助地缘 能起多大作用 这个 起不了太大作用 短期看 那么他们要是能把老美的企业 干成国有 那那个时候才有机会 支持他们 但是现在全干成国有 不现实 得一点点来 得一点点来 老美拿不住欧亚大陆 老美就得退到整个南美 北美 对老美现在就在这块有打算 他阿根廷这一波舆论 把这家伙 把这个 这个网红整上去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 对 老美就得给那边布局 老美太天真了 亲自告诉你 老美认为 他拿不住欧亚大陆 退出霸权体系 他还可以像当年一样 玩所谓的 北美南美的 他当老大这个核心圈 玩那个门罗主义 对 玩门罗主义 但其实不然 还是欺恶那句话 老美 这个国家 他这个 他这个国家 他是一个资本集团 他不 他不能说退哪 他撤出欧亚大陆 不可能像以前 刚建国时候 那种的了 现在的资本体系 欧亚大陆 要把老美的资本体系 全部拔出去 美元直接就崩了 老美就废了 老美肯定是四分五裂 这都不用想 欧亚大陆肯定把老美的所有资本 全部得掀翻 国际秩序 全部得重改 以东方为主 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欧亚大陆 以东方一带一路为核心 建立新的组织 各种组织 国际组织 但是老美 你被排除在外 你还玩啥了 你成为孤岛了 二一个 南美北美 南美哪个不恨老美 啊 哪个不恨老美 老美 他压根也没给自己留后路啊 他他给南美货 把他收喝多少人呢 对啊 在大变局之后 像联合国这种体系 肯定是搬离美国的 但是 以咱家的这种 嗯 做法 不一定说往咱家搬 可以说搬到一个 中立的 哎 中小国 各个方面 南方 南方集团 那是搬到哪 或者是 搬到一个第三方 一个小的中立的地方 嗯 当然了 也不排除全找咱家的 也不排除 嗯 也不排除 但是你 我认为不会这样 但是我说不排除的 机率很小 那得是三战 不打仗老美就崩了 这情况下 我估计咱家的做法 还是 不能学老美 肯定不能走老美那条路 嗯 不能走老美那条路 但是你不管咋说 未来 霸权没了 最后有活力的 经济体最强的人口最多的 就是亚太 就是亚太 就是重归亚太 自古以来就是这儿 只是近代 变成西欧了 老美是欧亚大陆的 公外运的产物 昙花一现 对 自古以来 其实就是这这块 对 可以安在新加坡 没毛病 对 那有 有无所谓 这些东西 对 但是呢 你们组织很 非常多呀 但是肯定不能搁老美那儿呢 肯定得选一个 嗯 热带的地方 嗯 小蔡太家也无所 嗯 那到时候看吧 反正也快了 兄弟们 不远了 不远了 这个过程不远了 判断越久 那可不是咋的 哎呦我的妈 咱家马上登月了 二零二 二零三零年之前 我跟你说 咱家说的非常保守 只是那么说 我记得告你们 我给你们个预测 二零二七 对 还有三年 上月球 到时候全球直播 得他们五十亿人在线观看 这才是真正的崛起 比当时咱们办奥运 还影响力还要大得多 而且这次是真正的 代表中华民族的复兴 嗯 一定是 这个影响力太大 是全球来说 你这影响力太大 我跟你说 这个 当时老美那时候整的 那时候真 不管真假的 那时候六十年代的末 那四亿人观看的 你现在得五十亿人 你现在的互联网都发达 这能一样吗 所以说呢 咱也不用质疑那些事 没有用 没有用 哎呀 马斯克今天登上头条了 马哥来了 小坑 耶伦来了 走了 坑坑走了 小马又来了 小马着急了 比亚迪 直降一万四 没顶住 国内新能源的压力 今天 问界七 又爆出了一件事 嗯 这个等调查结果 嗯 这完了 今天 周红一 周总 嗯 麦巴赫 拍出去 九百九十万 我我刚才看的直播 嗯 这几件事 是咱们这内部的整个 全是围绕新能源 全是围绕新能源 嗯 周总的这个 就是卖掉我的麦巴赫 支持中国新能源 这个口号 完了 马斯克就来了 完了 问界这个事 我炒的 把那个都听火啊 这两天 北京车展 咱们家的新能源 围绕的体系 不用想 基本上 你他妈 燃油车 没几个看的 都是 我 完了 今天这个事 爆出来 我马斯克落井 马斯克来了 马斯克肯定是 担心的销 销料 现在已经被比亚迪 吊打了 但虽然说 特斯拉车型少 但是特斯拉 这几个门店 我都走过 挨着 华为的理想 我都看了 他那把人 人气确实不高 但是现整体 嗯 还那句话 咱家不可能 这个 特斯拉 现在就是在世界 新能源体系里边 他属于 一只独苗 一只独苗 不是一只独秀 啊 一只独苗 就是美西方 一只独苗 就这一个了 能打的 新能源体系里边 就这一个 剩下全是咱家的 剩下全是咱家的 所以说呢 这玩意儿 咱们 我不知道咋 接下来怎么整啊 呃 反正他 也得算咱家的 实话 马斯克 在老美家 根本就没法量产 当时特斯拉都得卖一百多万 八九十万 当时的特斯拉 卖这么贵 完了 定金都交了 他他妈交不了车 最后是因为给上海 咱家用三百六十五天 给他从选地到建厂到生产 整整就一年时间 全部搞定 最后特斯拉跟上海签的对赌协议 特斯拉汽车也是进入外资品牌 进入中国唯一一个国家 咱们不占股呢 但是他有对赌协议 交纳税跟上海市 呃 这个也是完成了 啊 也完成了 但是呢 从整体的来看 整个产业链估计全建起来 完了 但是谁也没想到 咱家新能源就这两年时间 爆发的这么快 完了 再加上周总周红一 这一波 一举多得 一举多得 七个高零 对 嗯 这一波营销 哇操 确实牛逼 确实牛逼 嗯 确实牛逼 对付协议就是纳税旁边 就是纳税旁边 对 到时候把他说过了 那都 无所谓 就是本土品牌 杀向国际 就是 嗯 美欧现在在玩什么呢 玩反清销 啊 或者是封锁啊 这是咱家最想要的 七哥告诉你们 因为咱家新能源汽车一点不愁卖 整个南方集团 那新能源是最受欢迎的 你像俄罗斯啊 稍微天气冷点的 增程 也可以 从这方面看 咱们先从 非西方里边打开市场 他们西方最后也顶不住这种 洪流 没办法 很简单 他们的产业链 不行 燃油车厢 建电厂 那你得全部都得盖 而且他们的土地成本 人工成本 技术成本 各方面 他都支撑不了 从这一点 你要明白 就是他们没办法跟咱们竞争 从这方面 你不用想 他们要行 早行了 特斯拉也没必要 跑上海来建厂 他们就是不行 要是行 苹果早造车了 苹果要造车 我跟你说 老美 十年二十年都没事 苹果这一波造不了车 意味着老美彻底完了 就是他产业链的问题 智能手机是苹果开启的 但新能源 智能手机就是手机界的2.0 从诺基亚转向 苹果手机就手机界的 这是乔布斯 苹果开启的 这是变革式的 但是从燃油 到新能源 到量产 到电池技术 这也是从1.0 跳到2.0 完了 接下来 华为 智驾 所有的全跳 这波变革 苹果 给转出去了 苹果的 IOS系统 套到汽车上 我告诉你 那也是相当牛逼的 那不怨苹果 怨老美 他自己作死 兄弟们 你想想 全球的 果粉 IOS系统 就在一家 大苹果 那个标 要相车上 这整点科技活 产业链要完善 不卖那么贵 有高价 有中价 有低价 能卖爆了 但 这不怨苹果 这老美不行了 苹果十年造车 苹果当时图纸 渲染图 那时候苹果车都除了 最后没造出来 我告诉你 这 所以说 那你苹果整不了 玩安卓的那个整不了 那就只有我们鸿蒙了 没有别白费了 智能家居 手机 再加汽车 这个连带 最后加智能小区 所有的一连 我操 完了 全是华为 谁 你苹果已经落后了 苹果接来 手机在被吊打 苹果别杀没有了 苹果没有在 IOS系统延伸 苹果是从 Windows的 电脑端 摘到手机端 但是并没有 从手机端 摘到汽车端 明白不 所以说呢 这一波老美败 并不是苹果败 是老美的产业链 空心化造的 是老美的资本 太贪婪 玩你妈华尔街 玩金融 玩的 老美把自己玩死 AI就是 电 基础就是电 实际上 智驾 智能驾驶 都是AI 全是在这方面演变的 你AI 你套不上 你不套你的汽车的系统 套你安安的系统 啥都百费 奔驰 宝马 奥迪 丰田 接下来都得 接入鸿蒙 智驾 你代表你苹果已经完了 你还 AI 你往哪 爱呀你呀 你往哪 爱呀 你必须得套上这些 这些你才能拉动 整个经济 拉动老美呀 你那么拆 对呀 打击华为 当年不打击华为 华为那生产 那 那早就抄苹果了 在欧洲已经抄过苹果三星了 所以说的你现在华为绝地风生 夸夸芯片搞出来 接下来这股洪流谁也挡不住 那完了苹果销量肯定就往下滑 前些日库克来不就是因为瞒报中国市场份额吗 最后让整个资本给告了 感谢 清廷 所以说的 库克不不得不自己来 亲自来站台 但也扭转不了颓势了 苹果是急速下滑 百分之十五啊 太快啊 这一下子 就因为华为这一次 Mate60出来之后 绝地风生 完了 再加这次马斯克来不也一样吗 各自拉销量大 销量下滑 你他妈比阿迪宽宽 咱国产车往下起 站台也没有用了 他们就是老美 老美虚弱的一个缩影了 没有用的 因为啥现在就周空一这波搞完了 七哥就告诉你 不用说别的 不管晚上怎么说 现在我还是我那句话 现在好多老铁都在想 把手里的奔驰 宝马 奥迪这些东西 卖了 赶紧换个新能源 都有这种想法 纯纯欲动 就这种想法 贼可怕 因为啥 你再不整 未来呀 你也就能开BBA了 BBA那是啥呀 那是低端车了 因为那玩意 跟自驾一比 那玩意就跟个傻子似的 对 虽然自驾那种智能 现在没有那么完善 智商没那么高 但是跟传统燃油车比 那他妈也比他们强太多了 那科技感各方面 那么明白的 我在这成天看呢 对 所以说 对 那就跟诺基亚似的 对 所以说接来就这玩意 你只能开战 所以说 大家二一个 你现在BBA给手里 那吊价吊态 他妈狠了 别提了 我身边那妈哥们 一问那家 之前买的百万车 大几十万的 现在一问 都是二三十万 有的就他妈十来万 这吊价吊态狠 没办法 燃油车 他新车狂狂吊 他不吊不行 没有市场 兄弟啊 所以说 在支撑 他们也在转型 都在转型 都在转型 但是这波电池 你电池 现在都是配咱们 咱这个啊 除了比亚迪 就自己的电池 基本上都宁德时代 德国车 也是配宁德时代 这都给咱家公司 打工 他们都不属于 啊 所以说这波技术 他们已经落后了 他们已经落后了 你不用想了 那老风田正男 推牛逼 日本鬼的 固态电池 日本鬼的 现在除了还固态电 固态你妈烧快 你妈的快破产 你哪一烧 还固态电池呢 鬼的谁都救不了 我就替哥 就给我一句话 我就放着了 鬼的从互联网时代 到手机时代 到 到 到整个新能源汽车时代 全没赶上 你一个没赶上 鬼的就传统的 以前那种数码 加电 加传统燃油 那时候行 但是将互联网时代 一看他就不行 互联网时代 全球诞生的大公司里边 除了老美 就是咱家 借着这波起来 就这两家 咱家是因为互联网的普及 是国家电网拉过去 互联网的普及 互联网的普及 才有今天新能源充电桩 建的这么多 这直接原因 你所以说 你连这波都没赶上 你还玩啥了 这波没赶上 你别的 咱家产业链一建起来 成本拉下来 价格一低 小鬼子的公司 没法支撑 除了破产 还是破产 跟德国的企业 也差不多 他们也是 所以说 手机的延伸 必须是汽车 这是七哥想说的 所以说 你手机 你最后 你延伸不到汽车 就麻烦了 这事就麻烦了 所以说 国内的新能源 最后全得被咱家整合 整合完了 鸿蒙支架 全部配上 这样 因为啥 你现在的新能源 汽车 不是自己 跟自己竞争 新能源汽车 其实是吊打燃油车的 这个市场 内燃机 没法摆 这东西 给这摆着呢 你没办法呀 你没办法 这个东西 你事实 你不接受不行 背着我的直播间 有四万多人 老铁 平时不关注车 不关注车 七哥理解你们 不接受 我刚才的观点 但你没事刷 没事看看 没事到他们整个那个赛电上 你看看咱家的车 你看看 真是 跟他们的怎么说呢 就是 你自己去看 七哥都不要多说了 对 自己一看 对 自己慢慢就知道 这不是替咱家这玩意 这玩意 还是七哥那句话 我就只是自己说 你愿开啥开啥 喜欢啥买啥 这玩意没毛病 对 这玩意没毛病 我说 这不是因为咱们喜不喜欢 这是大势所趋 谁都跑不了 这玩意是国家战略 国家战略 进口原油太多了 必须改变 没想到 直接干一个变道了 直接变道 干着这种程度 这大战略太强 对 金能源电池怎么解决 你这不是公知二狗子 问的话吗 当时 你咋不问问 咱那个大楼 未来这个钢筋水泥 怎么解决呢 五十年一百年后 现在咱中国建的大楼 这玩意怎么解决 你咋不操心 一万年后的事 这钢筋水泥 咋解决呢 有毒 电池 污染 烧油部 你们可牛逼了 你们想的可牛逼了 你们永远都想到国家前头去 可牛逼 你们就跟小鬼的似的 天心眼 我轻能源 我有固态电池 我研究研发成功大地 咱家2025年才成了 他们搁啥成啊 这不都公知二狗子说的吗 咱家哪一块好 他永远都得挑战某 我跟你说 这个大时代太好 每天变化太大 你就想问 一直不了解 你问我干啥 我他妈也不是研究电池的 汽车虽然懂那东西不少 但这玩意你 他肯定是有办法解决的 太吹鬼的 那个清能源呢 还谁呀 都啥 你再吹两天 给鬼的吹爆炸了 鬼的都啥比较呢 行行吧 你奶奶个哨子呢 鬼的快破产了都 都一干 七哥告诉你们 你要是想买新能源咱家的车 你就一点 你刷刷可以 别看评论 你就自个喜欢啥 你上现场去看看去玩 哎 上现场 你看哪个价位适合你 现在咱们能有多大能力买上 对 你就搜搜 完了最后到现场去看看 不要停这忙 那都成了甲粉 喷咱家新能源车 那喷狠了 那没有用 那东西 没有用 对 嗯 但是咱家呢 还是那点 合作共赢 特斯拉给这也是好事 现在都是竞争 都是竞争关系 对呀 咱家代表咱家是 持续开放的 当年的 口罩期间 正打贸为战事件 快要给他上海建厂 一年 产能拉爆了 特斯拉狂狂降价 对 要让销量当时能那么高吗 嗯 变化太快了 对 五一去看看车 对 溜达溜达 五一都放几天假呀 咱们五一放几天假呀 五一是三天 十一是七天 是不是 五一三天吧 九百九十万拍了 这波广告长得挺好 五天呢 这么多天呢 那我也放五天的 放下你们 是不是都溜达玩去 没时间看直播了 是不是都 都得五天 肯定都得玩去 这个季节多好 不冷不热 东北现在是凉快 我出去都得穿外套 我现在长春 我这块是凉快 有的地方也很 我们看直播 你别偷懒 行 我周二休息 你怎么能放假 我就得干 跟老驴似的 天天 我就不能放假 机器人啊 整个AI那天 给他直播行